做絲帶花的基本工具是鉗、剪刀、打火機和針線 做花的絲帶要有一定的闊度和積針密度 這條是粉紫色的2cm闊絲帶 剪一段6cm長度 將絲帶的短邊對接 另一面向內、雅面向外 將對接位曲曲成三個拱形 用鉗夾緊這個形狀 用打火機把這個接位完全消融 用剪刀的金屬位把融化的地方壓成一片 將中間固定的絲帶打開兩邊 絲帶兩邊接口都接回剛才的形狀 然後用打火機消融 兩邊燒好後便會變成這個形狀 一共做六塊一模一樣 準備針線 將絲帶另一面向外對接 形成一片花反 針線在花反底部中間穿過 一次過穿兩層 同一支針直接穿下一塊花反的同一個位置 直到將六塊花反全部都串連起來 穿好一吋花反之後 針放回第一片花反 穿多一針,將它們形成一圈 將條線拉緊 再縫多幾針做固定收線 選其中一面花反做底部 用手將每一片花反的底部打開 令正面看起來的花反更飽滿 待會再幫它加裝飾 第二款準備同樣闊度和長度的絲帶 中間位的做法和剛才一模一樣 一共都是做六片 不過今次披口位的做法不同 先將絲帶令面向外對接 再將披口位左右兩邊向內接少少三角形 用鉗把它夾好 打火機將這個位置 輕輕消融到可以黏一塊 六塊花反都做好之後 用保麗龍膠水圍圈地把它貼在圓形筆織布片上 第三款花反中間做法都一樣 今次將絲帶兩邊披口位輕輕燒一燒 同樣地絲帶令面向外合起來 用走針布縫過底邊 將全部六塊花反的底部 都是用走針布連串 縫在同一條線上 針線縫到第一塊花反上面 形成一圈 將條線拉緊 再縫多幾針做收尾固定條線 將花反的位置做平均分布 三朵絲帶花的花反部分完成 現在幫它們加上花心 買了一堆飾物用的閃鑽裝飾 不想花心位置太深色搶了花反的顏色 選了這款幻彩的顏色 不同角度的折射會反映出不同顏色 將二容膠折滿花心位置 小心將閃鑽底托放上去黏實 這款花反的橡絲 都可以用來做花心 不過用其他顏色搶會好看 最後還是覺得它比較適合配珍珠的裝飾 如果花心中間是空心的話 就將二容膠脂在金屬底托邊 即是金屬和花反接觸的位置 亦可以買一些手作花專用的花蕊裝飾 每次只拿一小束出來,對摺地使用 在花心底部圍著花蕊的白色繩子 液溶膠黏實 液溶膠乾完後 就可以修剪過長的白色繩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將它們加些東西變成實用的飾物 我們會不會改變 我會不會改變 我們快點是 記得按照片 然後我們會不會改變 我們發現它們的花蕊 我們會不會改變 我們會不會改變 谢谢观看